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呢 你要我最快的答法就是说 一些他自己没办法去进行任何核聚变发光发热的东西 他绕着一个行星来去转 就是那个主角和配角分析很清楚的 中间就有一粒主要发光发热的行星 但在外面围住了一堆质量小很多 然后就不会进行任何核聚变反应那堆东西 那基本上我就当它是一个行星的了 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太阳系来说 围绕着太阳转的东西很多的 那有没有哪些是算是行星不算是行星呢? 所以就涉及一个我们去寻找这个 比较严谨的行星定义的一个故事 就要由这儿讲起了 用英文去讲就好一点的 星星在这个地球就不会讲到这么巧厚了 是吧? 但是我们在太阳里面有很多东西的 举个例子我们有这个环石 有些是行星 还有很多这些飞来飞去的 瑞星那些东西 哪些是行星哪些不是呢? 那我们就会这样去讨论了 这件事要回顾一下 我想我们有很多的听众 是比较听过九大行星的这个Term 但是如果你年轻一些 你就会听是八大行星 就是中间曾经试过有一个是淘汰了 大约都是十几年前 是吧? 那中间就牵涉到一个 什么为之Planet 行星的一个讨论在那儿 那我们就如果观察我们自己的这个太阳 是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包括小行星带的那些小行星 就是一些比较硬的一些 有硬壳的 硬的地壳的一些这样的行星来的 但是如果去到再远一点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这四个就是一个有非常多比较轻的气体 包着而且是庞然大物的行星来的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叫做 就是类地行星和类木行星的一些这样的字眼在那儿 冥王星就很有趣了 它就不是有很大的气体在那儿 它的体积又非常的小 它的轨道就椭圆得很重要 而且它也不是在其他那八个行星的同一个平面上面 上面就有小得来就有硬壳 但是主要是因为温度太低 所以应该是由一些冰粒凝结了的固体 再加一些石头 就是一粒这样的东西 所以它和我们那些类地行星和类木行星也有些不同 但是不过我们也是随着我们发现海王星之后 不久也发现多一粒东西去围绕着太阳转 我们就在那个1970年代 大约都是1978年左右 发现了它 然后就说它是第九粒的行星 但是时至到这个21世纪初 我们再讨论这些定义的时候 我们发觉就是 要看我们太阳是这个冥王星 特别不同的 轨道也是特别椭圆 有时还会进去 比起海王星更加近太阳 那我们当不当是行星好呢? 还有当我们去了解 这个冥王星以外的其他的星体 我们其实也找到一些更加多 大大小小 不够冥王星那么大 但是也算是有上一大粒的 一些东西都是围绕着太阳转的 有一陈我们还说会不会有第十个行星等等 但是我们发觉 已经是外面越来越多 很细碎的东西都是围绕着太阳转 那他们的性质 又跟那些天王星、海王星那些气体行星 又不同的 似乎我们就会觉得 冥王星是更加像一些外面的东西 已经是出了我们传统八大行星以外的 那些叫做在古百大的那些这样的物质 就是外面太多碎石了 如果粒粒碎石都叫做行星 那我们就不是说八大行星、九大行星 如果有人就争了 如果冥王星都叫第九大行星 那很多外面的其实很像冥王星的 那里其实是上千上万的 那我们其实是千万过这些这样的行星的 所以在那个时代 有人就争了 是不是冥王星不应该叫做行星呢 经历过一个天文学家在他们开会的时候 投票最终决定就淘汰了 他们当时采用的定义就是什么呢 什么为之行星呢 这个定义就沿用至现在了 就是说首先他要围绕着一个主星去转 OK 另外就是说 他自己有一个固定了的形状 就不是不规则 起码我离远看到他要是圆形 或者小小拓圆都可以 他有自己本身的质量 足以能够令自己营结成为 一颗圆圆的圆株状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今天最被人救病的一个定义 就是说 在他运转的轨道上面 他能够将在同一轨道上面 其他物质都清空了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看回木星和土星 在和木星他自己环绕着太阳的轨道上面 是再没有其他大大小小的物质 那些物质就会被 因为万有引力的缘故 都被木星自己索了 所以我们就说 这些行星形成的时候 它的质量足够大时候 它同时就会有一个 把同一个轨道上面的东西 吸收到自己的能力 就是叫清空轨道的能力 那我们看到 水星有 金星有 地球好像有 接着火星、木星、土星那些都有 小行星你发觉是没有的 小行星它是扯散了 小行星大上面 很多东西都在差不多轨道上面 其实我们就说 小行星可能就是一个 自己不能够清空轨道的一堆东西 一堆原本星云的东西 但是它们没有能力去形成了一大小小 中间有一些大小小 但是就不足够去把 其他差不多轨道上面的东西清空 这样 现在我们看到 冥王星那边 也都是周围很多大大小小的东西 那我们就说 冥王星没有一个 清空自己轨道的能力 所以它不符合这个 我们新接受的 行星定义 所以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 我们就说 把冥王星踢出九大行星 那我们现在就说回叫八大行星 那今天之所以又拿回这件事出来说 因为又有人提出 又有人提出意义了 就说 现在这样的定义 又好像不是很对了 又遇到问题了 我们似乎是不是需要重新反映这个定义 然后根据定义重新去问我们地球 我们这个太阳系上面 应该是有多少大行星呢 那这个故事就由这里讲起了 那现在有什么新的定义呢?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些已经在那个会议里确认了 那最近有什么新发现 或者有什么新看法令到我们要改变呢? 这个就要讲到就是我们的新的发现 给我们多了反省 我们会用了那个踢走冥王星的定义呢? 其中一个就是说 那些行星要有能力清空自己的轨道 那你想想在21世纪初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了我们太阳系以内的东西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更加不要说发现在太阳系以外的其他行星 那些exoplanet 但是呢 有听到科学生知的听众 你都知道的 其实近些十年越找越多 现在已经找到五千多个了 其他太阳系上面找到行星 我们还已经在问上面的行星 有没有一些属于移居带上面的行星 甚至乎还在问那些行星上面 我们有没有能力去看大气成份呢? 现在在说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们去检视今天的定义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定义呢 不是放肆四海都能够那么通用 比如说 在我们这个太阳系以外 其他的太阳系 很多的太阳系 它不是只有一个太阳 就算是最近我们那个叫做 就是Proxima Centauri 那个呢 其实都有三个太阳在那裡 你说那些行星围园太阳转 它可不可以有些行星同时围园着两个太阳转? 可以有的 然后就是当然 大部分我们看到还是那些行星围园着其中一个太阳转 所以当其他的太阳系更复杂的情况就是 你要求那个行星围园着其中一个太阳 本身已经是麻烦了 还有我们现在真的找到一些叫做Lonely Planet的东西 已经是在那个三体运动之下被拋了出去 一些自己被原先的太阳拋棄了的一个行星 我们是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在那裡 那些行星算不算行星呢? 它不围绕着东西转的 是不是? 那这个我们现有的定义受到考验了 另外就是什么呢? 你如果想知道那些行星它能不能够清空軌道呢? 你看我们自己的太阳系是你容易看的 你看人家的太阳系是你很难看的 你驗证不了的 你知道它有东西围园着转 但是你怎么知道上面这个行星有没有能力清空軌道呢? 所以在实际上它能不能够成为一个working definition呢? 可以执行到的定义就给了一个技术上的困难在那裡 所以你要去肯定它 那样东西你都要肯定它能不能够清空軌道 现在以我们这个技术你要验证在人家太阳系上面 那颗行星是否清空軌道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验证到 所以你这个定义执行不了 所以大家就说这个定义你还用不用呢? 所以现在有一批另外 未成事的 但是有一批天文学家 去重新说 我提出一个新的方案 我都是要求它绕着某些东西转 OK? 然后我的定义就给它一个限制 就是它要介乎于 大约是 譬如是地球的十六分之一的质量 就是它给一个数字是十的二十三次方 地球就是六乘十的二十四次方 它大约就不可以比地球轻超过十多倍 但是也不可以重过木星的十多倍 就是给了一个这样的质量的限制去 另外就是它原先讲的要清空軌道的定义 就不要了 那现在就用了一个这样的方法 不如这样吧 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重新定义 这个的什么为之行星呢? 就可以包裸我们太阳系以外的其他太阳系 都可以用到这种的定义 然后我们也可以再把这个定义摆下来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 如果用了这个方案的话 炳黄星是要归队的 是要计算去做行星的 那现在这个问题 我会觉得 我一直不是太喜欢想这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这些定义 你自己喜欢怎么定就怎么定 但是我会觉得 就是当今时今日随着我们的新发现 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太阳系以外 有很多其他的太阳系 它们上面有很多的行星的新发现的时候 我就觉得重新反映这个定义这个问题 就变得越来越有意义了 尤其是当我们现有的定义 基本上会面对着 不能够迎合到我们 越来越多新发现的需要的时候 我是会在这里觉得 重新反映这个行星定义 是有它的需要在这里 刚才你提到那个质量的问题 那个是不是似乎很主观呢? 就是你给不到理由 为什么你要画到这样的线 这个也是跟我们的统计上的观察 那里去比出来的 就是为什么要在这个质量之间 如果你再大一点的时候 那很多时候就会 就是有人就会说 那样你太大的时候 它可能里面已经足够点燃到 少少的核醉变反映 那它可能已经是一个行星来的 不过是一个很暗的行星来的 那这里是一个 就是究竟由多大的质量 它可以点着到核醉变反映那里 就给了一个限制在那里了 另外那些太轻的东西呢 它很容易就会被其他的 那里面的物质去干扰了 还有刚才又说漏了一件事 就是我们这个太阳系 就是我们乖乖地围绕着一颗很健康的太阳去转 但是其实在很多地方的其他太阳系 是围绕着中间围绕着一颗 是围绕着一颗白矮星 围绕着一颗死了的星去转 那这件事我们 就是它里面中间已经不是一个太阳来的 其实很简单 我们说回2014年发现的那个 就是由Kepler那个望远镜 发现的那个系统 已经是围绕着一个白矮星转的 那上面那个我们就叫它是一个的行星的 但是其实以我们今时今日的定义来说 它不是围绕着太阳转 而是围绕着白矮星转的 我们就已经 如果你很严谨咬文雀字的话 那它不算是行星的 所以正在这里来说 我们已经觉得 它不要只是围绕着一个正常的太阳 是围绕着一个白矮星 我们都要是 或者是一些已经是 一个行星的残余 说是它围绕着一个黑洞 还是围绕着一个中指星 它围绕着一些行星的残余 我们都当它是一个行星 那起码我觉得 有一些随着我们发现越来越多 定义是需要修改的 但是我们去看这个问题 都是从我们地球的本位去看 还有为什么我们这么着重 因为我们希望古都有生命 要不然我们只有它 是小行星的 是 是 是 因为我们会知道就是说 我们精确地定义它了 那我们就更加可以界定到 什么为之叫做 適宜有生命孕育的行星 首先你要定义什么 就是孕育到生命的行星 你首先将行星定义搞清楚先 另外就是很有趣的 刚才我们也有提过 其实地球附近都有一两个小行星 它是那个轨道周期和地球差不多的 但是地球现在自己都没有把它清空了下来 就是如果现在才是清空下来很大的事情 就是代表着那些Bernu 或者是龙公这些小行星 是不是要被地球吸下来呢? 就是撞下来的意思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一个 它在一个轨道一样很健康地自由运行 没有什么迹象 是看着它在跌下来地球那里 那你可不可以说 其实地球都没有能力清空它的轨道呢? 那可以也都可以说是 你肯定说的 是不是? 所以这些叫做 所谓清空轨道的这个现有的定义 那我觉得面临的那个考验 是随着我们发现得越来越多 古灵精怪的小粒的天体 就越来越多 那台长你刚才提到 要强行用一个数字来定义 那是有它的背后的意思在那里的 但是是不是一个可靠定义呢? 那当然也会有人去质疑 尤其是在下限那里 就会受到更加多的质疑 好了 我们这次在结束 我们下一次就回来